HELLO 欢迎收看8891汽车单元买车小帮手 而我就是你的买车小帮手 佩佩 这个单元要带大家一起来做功课 针对车款的规格配备进行比较 要来看看哪一台车款更值得推荐 MG的第二款休旅ZS来啰 它的正式售价是74.9万 这个价格真的是满沙的 因为你看它的职业竞争对手 包含像是Nissan Kicks Honda HR-V 开价都来到了80万元以上 而这个价格也更有本钱可以面对 即将在9月28号上市的Toyota Yaris Cross 那ZS真的是便宜又大碗吗 今天除了带大家分析这台车之外 我也会用我实际体验货后的感想 带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MG ZS 动力部分 MG ZS搭载的是1.5升的四缸自然进气引擎 那最大马力120匹扭力是15.3公斤米 搭配的是CVT的无段变速箱 可以模拟巴速的首自排功能 而根据我们8891 0百加速的实测结果 它的最佳成绩是15秒 那开起来呢其实也是相当的温和 油耗部分 ZS能源局平均油耗是每公升15.3公里 那相比它的竞争对手 像Nissan KICK是每公升16公里 而HRB的话是每公升17公里 其实它的平均油耗不算特别好 而在外观的部分 我觉得第一眼看到ZS啊 会觉得它的外形比较朴素 而在设计上没有那么现代 毕竟啊 它2016年就已经在国外正式发表了 可是它的配备不马虎 首先呢在登具的部分 它的头尾灯大部分都是采用LED的光源 只有像在前雾灯或是后方向灯 采用的是传统的灯泡 另外呢在灯光科技的部分 具备了自动远近光跟转向辅助灯 我觉得蛮不错的 再来ZS呢具备了17寸的铝圈 它的旋风造型跟同级对手相比 我觉得算是蛮抢眼的 标配的车顶行李家 限重是75公斤 露营装备放不够的话 你还可以丢到车顶上去 再来还有一项配备我超级惊艳 就是它有全景天窗 它的面积超大 直接开到后座的头顶 而且整个视野感开阔度都很好 那在晚上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星星 如果夏天太热 你还有电动遮阳帘可以关起来 而这项配备啊 在同级对手当中只有它有 我觉得超级加分的 而在内装的部分 ZS的内装采用大量的软质塑料 再加上啊 镀刻以及皮质的包袱 材质相当的丰富 以这个价格带来说啊 我觉得在质感呈现上蛮不错的 而在配备的部分 ZS配备了多功能的数位仪表 我觉得它的显示界面跟HS的有点像 功能简单 但是该有的都有 而且呢 具备10.1寸的悬浮式触控萤幕 上面的首页它可以自定义功能 很像现在手机的Android系统 而在操作方面啊 我觉得使用起来是算顺手的 可是需要花一点力气去按 而缺点的话呢 就是它的萤幕容易反光 可能需要贴个萤幕保护贴才能够改善 功能方面的话 有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还有这个极具少见的360环景 虽然说镜头很多 可是我觉得它画质稍差了一点 而在一些便利配备的部分 除了像是电子手擦车跟Auto后 其他基本的像是音量 风量 温度等等 都还是有实体按键 但如果说要做更多设定的话 还是必须得进到萤幕里面去操作 那虽然说啊 行路上写的是电子式空调 但是其实它就是传统空调 再加上数位化的界面 并没有温温的功能喔 除此之外 我觉得在内装功能上面 有一些我蛮喜欢的地方 想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个呢 就是方向盘的辅助力道有三段 调到最轻的时候 我觉得在停车上还蛮轻松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后视镜的底座下方呢 有USB的插孔 那如果你要自己安装行车记录器的话 也很方便 那第三个的话呢 则是配备 后座空调出风口跟两个USB 那最后呢 就是它的后座门板上面 可以放大型的饮料 我觉得呢 对后座乘客来说相当的实用 但还是有些地方 可以看得出来 它只是一台平价小车 像是方向盘只有上下的调整 而后座的头顶是没有室内灯了 那加上化妆镜是没有 曝光灯 这些呢都是我比较在意的小地方 可是呢 还有一些地方是让我蛮惊喜的哦 像是啊 它的驾驶座有六项电动调整 以及双前座加热的功能 这些功能呢 也是在同机具的车款里面是没有的 在主被动安全部分 ZS具备了Level 2驾驶辅助 包含了全数据的ACC 车道维持辅助 而且它可以单独开启跟关闭 那不像KEX呢 它只有车道偏移辅助 HRP呢 是在时速72公里以上才可以作动 那ZS呢 在功能性上面确实比较多一点 另外呢 像是盲点侦测跟RCTA也没有少 再加上塞车用色辅助 智能速线辅助 跟陡坡缓降等功能 ZS呢 的驾驶辅助配备真的相当的完整 再来有一个地方啊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ZS的胎压侦测系统 是用成本比较高的形式 它从仪表呢 就可以看到个别胎压跟温度 方便驾驶掌握轮胎的状况 空间部分 前座表现呢 跟同级具的对手是差不多的 无论是在空间感 还是坐姿设定上 都没有太多挑剔的地方 可是我还是要说 它有同级唯一的驾驶座 六项电条功能 虽然说实用性还好 因为像我啊 平常都是自己开车为主 所以很少在调座椅 可是有电条座椅呢 听起来就比手动高级了一点 后座的话 ZS呢 它的宽度跟高度 比HRV跟KIX还要再好 而椅背角度 也是三台车里面最躺的 西部空间 ZS会比KIX好一点 但是呢 小数HRV 而ZS呢 有一个值得提出的设计哦 就是它的前座轨道 有稍微垫高一点 所以让后座乘客呢 可以将脚伸到前座椅的下方 等于说又增加了一个空间 但我这边还是要再提一次 它的全景天窗 对于后座的空间感 真的很有帮助 整体而言如果后座要载人的话 ZS呢 确实比同级对手 还要再更舒服一点 新椅箱的话 因为它的底板 可以做上下分层设计 所以在标准状态下 就有448跟528两种数据 那如果将后座椅被64放倒之后 再将底板往上一层 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平整性了 尾门开启的方式是按压常规 而这个设计 我之前在福斯跟BMW的车款上面有试过 所以我对这个设计的印象还不错 最后我想说啊 虽然说ZS的配备真的很满 可是如果有电动尾门的话 一定会更加分 整体而言跟它大小差不多的对手比起来 因为它在后座跟行李箱的空间配置还算合理 而且机能性很好 这部分呢算是ZS很大的优势 最后来到结论 MGZS它最大的卖点 一定就是它不到75万元的价格 就可以买到比同级更丰富的配备 包含像是同级唯一的全景天窗 还有安全补助系统功能 也比HRV跟KISS还要来得更完整 再加上空间表现 不论是数据还是体感上 真的都还不错 那要说比较不足的地方 像是它动力真的是比较弱一点 加上油耗也一般般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它74.9万的价格 真的是让人把标准再降低了一点 也就适合需要休旅车 但预算不高的小家庭或是首购族 看完了之后呢 如果大家对于ZS有兴趣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可以上8891汽车的APP 或是官网 找到一键询价的功能 按下去之后呢 系统就会从上千位的夜带当中 找到三位夜带帮你报价 那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不用一间一间的去展间问价格 再来因为透过系统转接 所以夜带不会知道你的LINE或是手机号码 既保有隐私又省时间 也欢迎大家可以试试看看这个功能喔 我是裴裴 你们的买车小帮手 我们下次见 拜拜